高雄 高雄 高雄都 很高興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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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貼心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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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還放在新聞區的政策 那我記得那時候 吉邁主政的高雄市政府 就開始希望能夠把 今年文化跟流行音樂 演示產業都放到文化政策裡面去 來一起來想推動 那所以其實吉邁過去 這一段期間一直跟我討論說 怎麼樣 啟動跟這個流行音樂 演示產業的一些對話 來納入他未來當選以後 在高雄市政府裡面的 推動的政策 那更重要的當然是 希望可以促成大港開唱的部份 那這個是很多年輕人的期待 那也是我個人過去創辦大港開唱 那後來從政以後 雖然退出大港的團隊 但是也是非常關心這個事情 那我也知道音樂圈的朋友 都非常期待 所以雖然現在是臨時會的期間 天明也知道我們臨時會有的 所以不是說要出時間還要出來 所以就是雖然臨時 那我個人就這個沒有辦法 全天候的在這邊協助吉邁 但是我想這個 只要能夠有協助的地方 那包括這個流行音樂 影視產業文化政策 以及促成大港開唱的部份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最近跟吉邁 針對這些工作 這些政策也有非常緊密的討論 那也協助吉邁去收集 現在所有的這些工作者 文化工作者 音樂工作者他們的需求 那怎麼樣才能夠在面臨 尤其現在疫情 雖然臺灣是已經非常的穩定 沒有像國外這樣子lock down 但是後疫情時代 怎麼樣能夠 這個讓我們的流行音樂 影視產業的朋友 更願意來台灣 來高雄發展 那讓大港開到你來突破 我想這會是 我這一次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會努力突然的事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就是說 近年6月6號一天 就近年月底下就好了 我說我今天要討論 我的答案是很肯定的 所以這陣子其實 只要有空我就會下來高雄 看看辦公室 因為其實我常常跟齊邁會聊到 比較產業面實際面的問題 那其實我也一直很期待說 有一個陽性的互動 可以讓地方的這個 政治可以實際上協助到產業所需要 所以我們一直都保持這樣 比較好的溝通 那今天會來這邊跟齊邁跟Preddy一起上部 其實是因為大門橋即將開通 那這個橋的故事性 對於我們音樂人來講 是非常緊密 而且是非常美好的一個 一段回憶 大門開唱這個 算是高雄在地的活動 在高雄熱城時 從2006年第一次誕生 那一直到後來 移到柏爾特區這邊的 主要的這個場域 甚至延伸到對岸 那嬰兒蓋了一個臨時橋 我們戲稱為一個浮的橋 我們稱它為大港橋 到後來變成實際以前 以前是戲稱 現在真的 現在真的 還會生 所以 即將啟用我也是想要趕快過來 一起走一走 那就像Preddy講的 身為一個即將回高雄 把公司 前回高雄 深耕的 相關才藝業者 我在這邊會想要表態 如果有一天 真的大港開唱團隊 都願意部辦的話 我們會在高雄 盡最大的力量去協助 這樣 那大港開唱比較 在大港港園唱 叫大港開唱 那大港橋 假如沒有大港開唱 我們叫大港橋 所以 我相信 在地 尤其在高雄 有很多 很傑出的 音樂的人才 或者是在 影音 輪創 都有相當傑出的人才 所以我們都希望說 未來能夠 全力的來協助 我們的 表演 或者是 音樂團體 在高雄 能夠發光發熱 並且 擴穿聯合技 那 最有在地特色 最具有 高雄大港精神的 樂團 然後 在高雄 他也同時 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能夠邀請更多的 來見識 我們 深蒙無力的 高雄音樂祭 這個是屬於 我們高雄所有人 大家的 記憶 不僅是文化 也是資產 所以 我相信 在未來 我也 拜託 瑞迪 還有大政 能夠全力的來 協助 有關 大港 開場 部份的相關 一些工作 因為他有非常 環索的一些事情 要解決 另外 我也希望說 未來的文化團 也能夠像 電影有一個 鞋拍小組 這種大型的音樂活動 因為他已經是 大家共同的基因 那怎麼樣能夠 成立一個專責小組 裡面 幫他們解決 不僅是場地的問題 還有很多 包括 飯店、高鐵 跟整個 相關 觀光業者 之間的一個串通 能夠 把這個活動 大港開場 越大 而且 越大 這個 大家在大港 都能夠盡情 開場 好 如果 讓全世界 都瞭解到說 高雄做了一個 大港城市 那 基本的 國中的 不管是 音樂 或者是 熱情 已經奔放了 好 各路很短 各路很短 如果大家年輕人 大家都要去忙 因為 很多人 喜歡 音樂的 這種 音樂 都非常出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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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